那后学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跟以往推动读经所讲的重点有所不同 后学此次希望跟大家分享的 是胎教和早教的部分 王老师的教育智慧学 其实是以客观真理化的原则 对教育的哲学的表述 同时也是对我们人性的根源的现实的反省 我们要怎样做教育才合于人性 所以他的理论 他这个理论所阐释的道理包含着人性的全福 也涵盖了人性的从出生到长大 人生的全过程 诚然每一个过程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时机 但是纵观人性的全福 一个人能够有超强的理解 思考 逻辑 思辨的能力 同时 同时又有超强的感受 体会 领悟的能力 那么我们称为这样的人 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因为人与生俱来的 向外的这种探索的能力 势必需要他发达的脑神经 运用思考 运用逻辑 去了解外在的世界 而一个人内在的 德性的 生命的自主 必然 会有一种 希望自己 无限的提升 境界 扩充 人格成长的 向内的 这样的一种生命成长的需要 我们称之为 德性的需要 生命成长的学问 而前则 我们称之为 对外在世界的了解 我们称之为 知识的学问 因为人与生俱来 具备 这两个面向 所以一个生命 要想它完整 一定是这两面兼具 因为一个只有聪明的脑神经 有思考 有逻辑 有思辨能力的人 如果没有感受力 和体会的能力 他可能就陷于 所知的障碍中 可是如果一个人 只有感受力 但是 却没有 清晰的思考力 那么 也很难有 高超的见识 这两种能力 不可以分开来看 他全然在一个生命体中 护起作用 随时随地 并不是 在某些领域 某些方面 只需要逻辑 也并不是在某些领域 某些方面 只需要感受 其实 我们面对 外在的世界 我们内在的生命 每时每刻 都有感受 都有思考 感受与思考 是相互作用 所以我们通俗一点讲 就是 一个生命 它可以拥有 爱恩斯坦的头脑 也同时可以拥有 孔子孟子 乃至于圣贤的心灵 我们的孩子 他一出生 应该说这两种能力 都与生俱来 而这两种能力 又可以协助开发 只要你不去障碍他 给予适当的环境 其实 除了人先天的遗传 我们依然可以 在孩子 来到我们的身边 来到我们的身体里 乃至于孕育出来 在养育他的过程中 我们还是可以协助他 开发他 这叫参赞天地的话语 它本来就有 是生命的 特质 而我们协助可以开发 而且他拥有 可以开发的可能 且拥有 不断被开发的 更高 更好的 这样的可能 我们就不能辜负他 我们就不能够错失 他与我们相遇的 这份姻缘 所以后学今天来这里 我想 我展现不用这种科学 论据式的 实证式的方式 来跟大家讲述这件事 我们展现 以我个人的经验 和我实际孕育 读经宝宝的体会 还有真实的 读经宝宝的案例 来让大家了解一个真相 就是 这个世界上 还有人可以分享 有些时候 我们会有一种 惯性的 适应 当我们自己 爬行太久的时候 我们便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 有人可以飞翔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 不但要讲这个道理 要讲 我的做法 同时也要大家 真切的看到 这样的孩子 而这个道理 它是具有普遍性的 这种方法 是人人可学 人人可用的 而这样的孩子 其实是每个家庭 都可以培育出来的 我们当然承认 每一个生命 来到我们身边 它原始的分数 会有不同 我能用分数 来比喻 其实还是 就着我们现在的惯性 应该说 它原有的特质 各有差别 无所谓高低 因为每一个生命 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我们相信 每个生命 在来的时候 却有差别 但是它们 没有差别的是 它们都可以 共同的 去协助它们开发 它们都有 共同的 可以被开发的 这样的可能 而且它们都共同 拥有着 最好的时机 假若人有前生 即便人真的有前生 前生你可以改变吗 但是我认为可以 因为 如果 你是母亲 她来到 你的母腹中 你跟她同情共感 此刻 即是她的前生 在出生之前 这十个月 一个单细胞 可以发展成 这样的一个孩子 可见人类 经过 多少多少年的进化 才能够有 如此强大的 这种 生机 此时 就是她的前生 即便她还有 前前生 当下的 这十个月 我们 可以做太多的事情 跟随老师 大约 六七年的时候 我们深知老师 所揭示的这个道理 教育的时机最重要 而人类与生俱来的 这两种能力 一约德性 二约知性 德性靠感受 能感受 可感受 可领悟 可体会 知性 可思考 可探索 她是靠分析 她是透由 分析的了解 所以这种知性的能力 和德性的能力 当我们了解 她不同的面向 和不同的进路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要如何开发她 以目前科学 所正诚的 提供依据的 这些报告中 我们可以知道 要想要一个孩子 他具有 超强的 思考的能力 他一定要有 发达的脑神经 所谓健体在先 才有发用 脑神经如何发达呢 全脑开发的 多元智能理论 已经 提供出一句 也就是 你透由丰富的信息 在孩子最小的年龄 零岁 乃至于三岁以前 六岁以前 给他丰富的刺激 他的脑神经 细胞的总量 就会增加 数突的数量 就会增加 数突连结的 神经元 就会增加 神经元越丰富 运用思考的能力 越强 神经元 如果很小 很少 就好像一台电脑 它的原始配置 是286 你用什么好的软件 也很难驱动 可是它的神经元 丰富 脑的 高速的 这种网路 发达 就好像高速公路网 一样 你高速公路网 建造的 越丰富 越发达 我们跑什么车子 都不会塞车 如果你没有这种 高速的公路网 即使宝马奔驰 在普通的乡间 小路上 也难以 快速的行驶 所以这个脑神经 发达 它运用思考的能力就强 它可以见什么学什么 学什么会什么 所以 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就要思考 我们要给它丰富的讯息刺激 可是怎么刺激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分清本末先后了 请问一个生命 它的主体 跟客观的世界所连接的管道 是哪些管道 眼耳鼻舌身 我们偷游哪些管道 开发 请问 是鼻舌这个管道 比较现在呢 还是耳朵这个管道 比较现在呢 耳朵 所以我们肯定要先给它听 因为 鼻舌 要孩子生出来之后 我们才有外在的环境的气味 要它来 感受 可是一个孩子 在肚子里的时候 我们说 现在的科学 已经实证的 就是它三四个月 就要发展它的听觉神经 到了五六个月 就可以发育的相当的完整 所以它在妈妈的 腹中 就已经有了听觉的能力 我们是不是这个时候 就要给它刺激呢 既然它已经有了 我们越早越好 当然在这里 我还要讲 科学实证出来的是耳朵 最现在 大家想一想 有没有比耳朵更现在的管道 有没有 没有科学研究表明 大脑此事有没有作用 没有科学表明 在听觉神经没有发育之前 胎儿靠什么 来与外界接触 没有科学证明 它虽然在羊水中 他的身体也有 接触 是不是 这个时候 婴儿可以有丰富的感受 统统没有科学证明 但是我想问 当那个胚胎进入五体的时候 当一个细胞开始 不断的分裂 成长的时候 当我们清晰的可以从 这个母胎监护检测仪器里面 听到那通通通通的胎音的时候 请问这个孩子在我们的府中有没有感受 请问一个母亲喜悦 她有没有感受 一个母亲焦虑 她有没有感受 可见不止听觉 最先在 听觉现在 是科学可以实证 因为看得见吗 眼耳鼻舌身 后面还有一个 E啊 其实 他来到我们 生命中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有 他的存在了 他一定会有 他的感受 只是我们无法用 现在的科学 在 实证的角度 把他提出 这种 所谓的 研究报告 但是每一个母亲都知道 心情愉快的时候 他似乎在里面唱歌哦 而且很自在哦 当你特别焦虑的时候 他会发出 剧烈的不安的 动作 让你知道哦 两个月可以 三个月也可以哦 而听觉的发育 可是从三四个月 才刚刚开始啊 所以这个孩子 请问 他与外界 有没有管道 接触 有的 所以我们 一定要在这个时候 就可以给他教育 就可以传递给他丰富的信息 母亲跟他的 心意相通的交流 是一种信息 透有母亲的耳朵 听到的 是一种信息 透有母亲的眼睛 看到的 还是一种信息 透有我们生活环境中 有音乐的声音 有经典的声音 他隔着羊水 他依然可以听得到 除了母亲的心跳之外 还有别样的声音 对不对 所以 怎么样去丰富的 信息刺激 这是一个关键 但是 你让孩子听一百种噪音 也是丰富的讯息刺激啊 对不对啊 听一百种 虫鸣鸟叫天籁的声音 也是信息的刺激啊 对不对 听丰富的 人文经典的声音 音哑的 音乐的声音 也是丰富的信息刺激啊 信息虽然丰富 但是内容如何 就直接会影响 他的性情 他的感受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我们 既要知道 有丰富的信息 最早的 透过他可能的管道 给予他刺激 同时也要知道 用什么样的内容 才能够既开发他的脑神经 又熏陶他的信息 所以我们要选择经典之作 为什么 我们要看 经典的图画 为什么我们要听 经典的音乐 如果我们承认 人类的 文明有价值 我们就应该承认 千百年来 所流传下来的 经典 就有其 不可磨灭的价值 所以古典音乐 有没有价值 天籁的声音 有没有价值 穿越 穿越时空的这些 艺术品 有没有价值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我们知道 瓷器的团体是不是唱歌啊 我们刚刚开会之前 是不是在唱歌啊 是不是 请问 是讲一个道理 比较能够打动你 还是 一个音乐 比较容易打动你 基督教要唱赞美诗啊 他要透游音乐 来打通人与上帝沟通的管道和桥梁啊 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 诗书礼乐 一春秋 乐经是非常重要的 诗教也是非常重要的 儒家有乐教 佛家有凡辈啊 音乐 他对于一个人的感受力 对于一个人生命的这种内在的智慧的能量的兴发 他是有特别的作用的 所以听什么内容 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刚才讲 有丰富的讯息很重要 但是什么样内容的讯息 更重要 时机 是越早越好 时机 又是顶顶重要 这三件事情搞清楚了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孩子培养好了呢 我坚信如此 所以在 开始推广 读经开教 两三年以后 我本以为讲这个道理 大家会一理而行 但是 虽然有人按照这个道理做 但是没有办法 很认真的做 因为他们在做的过程中是看不到效果的 当你做的过程中看不到效果 很多人对道理不能够非常深刻的体认的时候 那他在做的过程中就会慢慢的 有所变化 做的越来越少啊 那你做的越少 他没有吸收 没有刺激了 那他将来这个孩子慢慢长大 自然就没有表现 没有表现 父母亲觉得没有作用 所以通常 所以通常讲读经开教 多是一些听一听音乐就好了 听一听经典就好了 你说他听呢 可能有的时候想起来就播放 有的时候呢 关掉就忘记打开 再想起来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月以后 甚至三个月以后了 那么我跟我先生在07年的时候 我们就商量 我们希望自己孕育一个读经宝宝 希望有这样的孩子出现 能够让大家相信这个道理 是具有普遍性的 那我的先生呢 他自称是我的粉丝 所以我说要怎么做呢 哇 那他是坚决的执行 我说我需要同时三种声音 一种音乐的声音 作为旋律背景 在我的生活中 二十四小时不停 一种中文的声音 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放进去 还有一种是外文的声音 我们把德文英文法文 希伯来文拉丁文和古希腊文 六种语言放进去 这三种声音同时播放 哦 我先生说 那我们的孩子会不会疯掉啊 我说只要你不会疯掉 孩子就不会疯掉 然后我先生适应了一个星期以后 就没事了 后来跟我说 如果没有这三种声音 他就睡不着觉 因为这三种声音是丰富的 叙徐刺激啊 而这三种声音音乐 是经典的音乐 一定会陶冶他的性情啊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这是中国几千年传承的经典 最有智慧的书 因为我们知道胎儿是有记忆能力的 胎儿是有感受能力的 胎儿也是有他自己的体会 理解力的 只是我们无法进入到他的世界 不了解他是怎样的理解 怎样的记忆 那有人就问我 为什么要在外文这一部分 放上这么多的内容呢 因为 世界上所有的文明 最具智慧性和代表性的 中国产生了儒家和道家 西方有三大传统 有古希腊的哲学 有西伯来的宗教 有古罗马的法理 而介于东与西之间 有一个印度 自释迦牟尼斯出现 印度产生了 独特的属于他 那个传统中 才能够形成的 一个高度的智慧 我们称之为佛学 而佛学 又透由 未尽六百年的北传 几乎完全消化在中国 我们今天提起中国的文化 如是道三家 而我们纵观整个世界的文明 也无非就是 如是道西四家 而西方的三大传统 其来自古希腊的哲学 我们给孩子听希腊文 是不是给他 深深的潜意识 也就是他的藏识中 打下了 这个语音的语感 使得他未来 一旦有机会学习 他就会有强大的潜能 被激发出来 古希腊的哲学 后来 在德国 出现非常多的 哲学家 最具代表性的康德 那我们给孩子听德文 是不是可以给他打下这种语言 文字的语音语感 使得他将来有可能 透由德文的原文 去了解 这种哲学的 深度的智慧呢 我们给孩子听希伯来文 是因为 医神教的传统 代表西方 不可逾越的 主流的超越的神学 它是来自于希伯来啊 那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语言 因运的熏陶 是不是就给孩子留下了 未来他学习 这种智慧的可能呢 后来我们又加入梵文 因为 那是未翻译出 未翻译成中文 乃至于 未翻译成藏文的 最传统的 印度的 这种佛教智慧 基督的文字和语言 那有些人说 我们的孩子将来 可以学这么多的吗 我回答说 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他未来有何样的姻缘 但是我们给他 打下百层千层的地基 未来 他姻缘 如果仅仅是 盖个三间的平房 我们也不会浪费啊 但如果你未给他的人生 奠定着百层千层的地基 一旦他未来 有这样的姻缘和可能 但是 时间要充分 时间要充分 空间要充分 语言类的 不能低于说话的声音 有人问 孟老师哦 这三种声音都要听 二十四个小时吗 其实不然 我认为 我认为如果每天听八个小时到十二个小时 你能天天如此 一定成果斐然 但我为什么要说二十四个小时呢 其实这里边就是强调 我们人天生有一种懒惰的 现实的这样的一种习惯 我们有的时候 记得关 就忘记开 我说二十四个小时 就是时间要充分 如果你每天都能保证 在孩子还未醒来的时候 你就把它打开 然后你陪着孩子 夜晚在这样的声音中入睡 然后你再关掉 如果你天天如此 我相信 一定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不能如此 那我还是劝你二十四小时开着 音乐可以小声一点 因为它作为旋律 小声一点都没有关系 可是语言类的 在白天的时候 一定要声音 不能低于说话的声音 因为我们没有科学证明说 小孩子低到很低 有多少分贝的时候 他就可以听清楚 我们知道一个孩子之所以会叫 爸爸妈妈会讲话 就是听我们讲话 小孩子到了三岁会说话 是因为听我们讲话 他才会说话的 所以我们如果每天都是小小声的说话 我想这个孩子就不会说话 所以我说 不能低于我们正常说话的声音 经过了十个月 这个孩子快要出生了 我这个妈妈呢 有一个愿望 希望呢 她能在产房里面 听着经典的声音出声 因缘不可思议 我要打听啊 我一个东北人啊 来到中国南方的深圳啊 没有很多的熟人的 我要在产房里生产 带着经典的声音 这在大城市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我就 发愿呢 放出消息 我要努力 那我就跟周围的人说 拜托啊 你们家里 有没有亲戚朋友啊 在妇产科医院工作啊 我只有这一个小小的愿望哎 不出三天 有消息来了 说距离我们深圳呢 大约一个小时路程的东莞 长安人民医院 有一个全国知名的妇产科专家 他是我们某某人某某人某某人的姐姐 其实已经拐了很多弯了 啊 了解 然后我说 很惊讶的说 他怎么可以让我能够带着这个宝宝去出生呢 人家说 哎呀 你不知道啊 他是学佛的啦 他每天都送地藏经的 而且每个星期还跟读书会去读文语的 所以这个观念跟他一讲 他说没问题 哦 我们去了医院才知道为什么没问题 因为他是一把刀啊 他在妇产科啊 在那个医院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专家 啊 我整个医院和手术室都要靠他吃饭呢 所以他很有面子 那我又是高龄产妇啊 又是第二胎 那人家呢 就说不能够正常的生产啊 要剖妇产啊 那么 我到这个医院 去做好准备 这个孩子呢 就选择了一个时间 中午的11点35分 原因很简单 就是生好了去吃饭 这个孩子马上要出生了 我突然听到呢 那个手术室里面啊 放着是流行歌 天哪 最爱你的人是我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我抛开同伴 独自流浪 就是怕别人把你分享 我在想啊 我听了十几个月的经典 这孩子听着流行歌出声 我情何以堪呢 可是我怎么好跟人家讲说 要关掉 我躺在那个手术的床上 左看看右看看 看不到开关呢 中央一响呢 哎 这个王主任呢 我真的非常的感恩他 真的是 心存散念天必从之啊 或许是 这个人呢 他自己内心也有很深的感受啊 所以他突然就讲话了 我们真是心电感应啊 他说小谢啊 你去问问护士长 这个音乐可不可以关掉啊 我们听了十几个月经典的孩子 不要他听这个乱七八糟的流行歌啊 哦 现在都忘不了 那个年轻的谢医生戴着眼镜哦 咻的一下就不见了 哦 然后这个音乐就关掉了 那小谢说 中午要下班了 所以跟护士长一讲就关掉了 然后我在想 真是给面子啊 这个孩子马上就要出生哦 我突然发现 又有大问题了 因为啊 一个跑妇产啊 其实只有三四个人就够了 可是我回头看一看数一数 手术室一共有十九个人呢 因为都要中午一起去追问的 那他什么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啊 就在那里闲聊啊 那一边在讲公公婆婆有什么问题啊 那边在讲说 借出去的钱还有多久了就是没有还呢 然后那边又说买的衣服有多难看啊 又有说 哎呀 那个人怎么怎么样啊 我心里好紧张啊 这个人不能随便乱看书啊 以前我是因为乱看书 不晓得什么时候翻到古人的一本杂技 我读到里面说啊 这个人家正在生孩子 刚刚好呢 一个清俊的书生来敲门 然后就意味着这个孩子未来是个读书人 那如果碰巧这家生孩子 隔壁的人家刚好在杀猪 哇 这可能就是市井之途哦 所以你看这本书看过 不晓得什么时候看过此刻浮现在脑海啊 我好紧张啊 我怎么让他可以听到这种声音呢 嘿 哦 王医生 又是有感应 说 因为他在医院里跟大家都很熟啊 大家都要靠他吃饭啊 所以他很有大姐大的样子啊 他说哦 不用讲话了 我们这孩子马上要出生了 不要有的没的都说哦 哦 哇 他一讲过话以后啊 整个手术室鸭雀无声 只有子曰子曰的声音 然后这个孩子就出生了 他出生以后呢 在医院要住七天 七天以后呢 再回家 在这里呢 我要插序 跟大家报告 我第一个孩子呢 比第二个孩子大九岁 是三岁开始读经 第一个孩子小的时候呢 怀孕的时候并没有做胎教 但是他做过早教 因为他一生出来以后呢 因为我那个时候并没有观念说有胎教的观念 但是呢 生下来以后呢 面对孩子 我就想这个孩子怎么样可以开发 那个时候就有一点早教的观念 那我就买了一本呢 叫做同步成长的早教手册 那个早教手册上就记录的很清楚 说这个孩子一个月会怎么样 两个月会怎么样 三个月又会怎么样 然后会有哪些表现 他的脑神经会发育成怎么样 他的动作会怎么样 然后你如果要怎么样 他就会怎么样 可以锻炼 所以这个第一个孩子呢 生下来以后呢 我是严格按照那个同步成长 给予他锻炼 怎样锻炼呢 第一关 就是他睁开眼睛 他的视觉神经 要有讯息刺激 才可以发展起来 可是那个孩子生下来 一睁开眼睛 他根本不看你的 因为他也看不清哦 他完全 从视力上是模糊的 看不清的 而从眼睛背后心灵的反应上 也是没有内容的 因为他的脑神经 还没有建立起来 所以他不能够透由他的眼睛 有神采的表达内容 了解吗 所以生下来的孩子 十天之内 基本上是吃了睡睡的吃 睁开眼睛 也不会看你 要到十五天 二十天 他才可以眼睛睁开 而且他也看不清你 所以那个同步成长 就有一个训练说 用一个红色的圆球 放在他的前面 眼睛他盯着看 如果他能够盯住了 就证明他 视觉神经开始发育 有能够盯住的能力了 否则他的目光是散的 那他盯住了以后呢 你就要左右 各九十度的移动 可是你一移动呢 他就跟不上了 所以你就要不断的训练 使他能够跟得上你的移动 直到你可以一百八十度的 左右移动 哦 这个孩子的视觉就发育好了 那这个锻炼要多久呢 我第一个大女儿 锻炼到了一个月 才有这种能力 很符合同步成长的记录 他并没有显得特别的不同 也没有低 也没有高 我就这样给他锻炼 这个孩子按照 重步成长的锻炼 一步步的走 大约锻炼到三四个月的时候 我就已经没有耐心了 所以就连早教也丢下了 这个孩子到了三岁呢 因为遇到了王老师 给他读经 就给他听音乐 到了五岁的时候呢 我曾经带他到 北京的东方皮纹测试研究所 做过智商检测 透由他的皮纹 可以看到 如果这个孩子未来 在理工科 也就是运用逻辑思考 这个领域 来发展学习 他的智商是一百二十八分 如果他在 人文科 去发展 那他的智商是一百四十五分 这是相对比较高的智商 所以可见这个同步成长 三个月 我们有所锻炼 再加之他的遗传 再有所锻炼 那他就是一个相对聪明的孩子 插序完毕 我们回到 第二个孩子 这个孩子七天回到家里 我拿出那个红球给他 他就盯着看 你一到哪里 他就跟你到哪里 管你是九十度 还是一百八十度 这是什么 这是他一出生 睁开眼睛 有了光以后 他原本现在就建立好了的 视觉神经和脑神经 透由光的刺激 短短的七天就已经完全发育了 所以不需要你锻炼 他就拥有了 准确的看着 还要跟随移动的能力 你不需要再锻炼了 那我就开始透由视觉 给他做教育了 我怎么做 我给他看 一斤八八六十丝瓜的瓜像 给他看 草书 钻书 历书的碑贴踏片 给他看 宋宁的山水 魏晋的书法 这个唐宋的人物 还有花鸟 给他看 黄山风光 看九寨沟山水 不是要丰富的刺激吗 还好 我这个妈妈不会蠢到给他看 一百种国旗 或者一千种热带鱼 对啊 你看一千种热带鱼 干什么呢 所以我们既有丰富的刺激 然后又有经典的内容 给他看西方的名画 有色彩的刺激啊 给他看圣唐的 这个唐宋的这些人物画 有色彩的刺激啊 给他看书法 有抽象的艺术之美啊 给他看宋明的山水 虽然色彩不丰富 有深远的意境啊 他不止脑神经要聪明啊 他的性情也要熏陶啊 给他看一经八八六十四卦的卦象 他不但有图形的记忆 他还有逻辑的这种 这种熏陶啊 所以这个孩子后来长大 随便拿一卦拿出来 看一眼回头就跟你说出卦象 而且上是什么 下是什么 从来不错 这个不是靠你后天记忆有的能力啊 他这种照相的能力 都是这样开发出来的 你给他看 一张 这个一本字卡 字字帖 四十几页 翻开左面 他看左面 翻开右面 他看右面 你累的不行了 不翻 他就看你为什么还不给他翻 哎 乐此不疲 手舞主导 我给他看字卡 大家会问 他认得字吗 我才不管他呢 因为字卡对我来说 我不是为了让他认字 是让他透由中国文字的图形 给他丰富的讯息刺激 如果他果能记忆的住 既有阴形意 不同的对照 又有图形 对他的视觉 刺激和冲击 那他一定有丰富的吸收啊 管他认不认得呢 如果他认得了 我也不会高兴到哪里去 本来他就有这个能力 他不认得 我也不会气急败坏嘛 因为我又不是为了让他认字 了解吗 没有目的性 我们这个时候只知道 他可以透由这些管道 接受讯息 我们只管给予 只管耕耘 不论收获 这个孩子 同步成长里面讲啊 这个孩子的视力看不清楚啊 两个月 他只看眼前的 看得比较清楚啊 所以刚好到了两个月的时候 他的手就可以举起来了 是吧 然后这个孩子呢 就看到眼前 自己的手在舞动 所以他就在玩自己的手 你回去观察哦 两个多月的宝宝就在那里玩手啊 可是我们的孩子呢 就不用玩手了 因为他每天有送付的东西要看 哦 这个孩子呢 到了三个月 他的手可以伸出来啊 有一个智力的玩具 摆在他的面前 他平躺在床上 这个同步成长讲啊 他眼睛看到 前面的这个五颜六色的玩具 在他头顶啊 他一定会伸手抓 对吧 可是当他的视觉神经 和他的感同神经 没有建立好丰富的连结的时候啊 他眼睛明明看到这个东西在这里 可是他的手会抓向哪里啊 他会抓旁边 他要不断的抓 不断的抓 不断的调整 不断的运动 透流训练 然后最后抓住 抓住以后很高兴 是不是 然后还会去打 然后还会去抓旁边的 因为那个玩具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可是 这第二个孩子呢 一个月的时候 因为我一直给他看话 看话 很激动啊 一直看 我就忘记这件事 想起来已经一个月了 我就赶快拿那个玩具来 放在那里 这个是他姐姐三个月才玩的玩具 我放在他前面 哦 他那个神情我现在都忘不了 抬头看一看 伸手就抓住了 抬左边看看 右边看看 还去摸旁边的 哦 很淡定哦 我后来想说 要提高他的高度 训练他可以 以后他可以 要翻身啊 你训练他啊 所以我就把那个提高 大家知道发生什么吗 不到四十天的孩子 伸手抓不到 放下 想了一下 然后 侧身 送臂 抓到 请问 是不是脑神经 见体在先 他的作用自然就出来 有体有用 啊 此处当有掌声耶 刚才还忘了跟大家报告 在其他孩子都在玩手的时候 他已经不玩手了 他在玩自己的声音 一个多月的时候 他就可以发出海豚音 透由自己的猴头 对于自己发声和声带的调整 发出不同的声音 然后自己在那里玩 呜呜呜呜 自己在听自己的声音 做早教的 真正了解早教的 看到这个都是不得了的事情啊 这是他脑神经发育的这个程度决定的 这个都是几个月以后孩子的事情啊 这么小就开始有啊 当然我要跟大家讲 我不是来这里来炫耀我的孩子 我是讲这个道理 因为后来用这种方法出生的婴儿已经有 孩子已经有几百个了 比这种更超前的表现的孩子还大有人在 所以生命有无穷的潜能 我们爬行太久 我们不可以认为所有的人都该爬行 所以这个孩子到了七个月 家里又发生事情了 因为我们每次都发现 那个音箱上面的黄色旋钮会掉在地上 他那个位置很高啊 他七个月才刚刚可以扶着桌子 扶着椅子站起来啊 他是他是抓不到那个地方的 那个东西怎么会掉下来呢 后来我们发现家里有一个长长的遥控器 他七个月就借助工具可以把抓不到的东西搞下来 而且还左右打 这个都是差不多要到一岁多的孩子才有的能力啊 不会讲话 因为爸爸记忆的非常清楚 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前呢 他爸爸不觉得孩子会怎么样 我跟他说你看他可以透游工具 爸爸不觉得透游工具是什么能力 因为他可以透游工具嘛 我说他在玩自己的声音 他的脑神经很不得了 爸爸不觉得说人人都会发出声音 我说他你看你看你看他可以这样子伸手 可以这样侧身抓 爸爸说不是这样吗 爸爸不晓得嘛 但是后来发现一件事爸爸被震到了 因为孩子还不会讲话 那个时候最充其量他的月龄应该是在十个月到十一个月左右 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爸爸有一天拿着一瓶果汁在他面前喝 然后他就指着爸爸的果汁叫 然后爸爸就找了一个纸杯 给他倒了一点点 交给他 然后他一手拿着这个杯子 另一只手指着爸爸的瓶子 然后爸爸说你要我这个啊 他说 爸爸就把这个瓶子给他 接下来发生什么大家知道吗 他把那一杯少的 倒进这杯多的 然后把那杯纸杯扔掉 然后两只手捧着那个玻璃瓶子 自己对着嘴喝 瓶口才这么大耶 爸爸很震惊说 哇他怎么有这么大能力 我说去 四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可以 那个长长的塑料针 就可以穿到一个小小的圆洞中去了 这叫精细动作的能力啊 这都是在同步成长中 也是滚烫的水 自己烧水 自己拿到那个茶台那里 然后自己泡茶 然后倒到杯子里 然后一杯一杯的端给客人喝啊 他这种控制的能力 而且很谨慎的 很小心的 从来不置自己于危险之中 是的 那 到了一岁多 奇迹又出现了 大家知道发生什么吗 当他会讲一个字的时候 当他清晰的可以发出一个字的时候 大学中用论语梦子 总量将近十万字的经典 你读哪一句 他都会接后面那个字 家里没有人懂希腊文 没有人懂拉丁文 姐姐读经 读英文 所以读英文的句子读前面 他后面的音也会接 我那个时候垂胸顿足啊 因为我 为什么只放大学中用论语梦子呢 我应该把大学中用论语梦子 一经诗经老子庄子都放进去才对吗 赶快加进去 可是 没有多久 整本一经 你读哪一段他都会接后面那一段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从四个月开始就到学堂去 有老师抱着他去 每一天都去学堂 刚好那个时候学堂有一个班级 二十几个孩子组成一个班 把一本一经从一字一字的读清楚 到把它读熟 总共读了三百遍 他就在那个教室里面 待了三个月 所以整本一经他都会 到了一岁八九个月的时候 其他那几部经典 也都会 怎么会呢 就是你在他面前念错哪一个字 他都会给你更正 对啊 你故意给他念错啊 一整句话你念错一个字 然后他就告诉你正确的字 因为胎儿有记忆的能力 他在肚子里听一千遍 他生下来又听一千遍呢 所以我以后演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 读经宝宝一出生就可以背二十万字的经典 你们相信吗 那很多人就说不相信 我说理由呢 他说他都不会讲话 他怎么会背呢 我说他都不会讲话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呢 因为讲出来算表达嘛 记得就算吸收嘛 这个吸收和表达 他不是同步的嘛 只有理解的才是同步的 懂了就是懂了 一加一等于几等于二 马上回应给你 可是他记忆吸收 他是有酝酿的过程 他一岁多的时候 一岁的时候就会每一句经典背后接一个字 我们能够确定说是他九个月十个月 或者是在这前一天才记下来的吗 那一定是不晓得在过往的哪个阶段 他已经烂熟于胸了 只是他还不会用语言来表达 现在他可以准确的发音了 所以他才接上你那个字 对吧 所以后来我很反对 说给小孩子啊 除了从音韵学的角度 我赞同读盟学的经典 但是如果是从记忆 或者是深度熏陶的角度 其实我是不赞同 这样的一个说法 说小孩子太小 不要难为他 你要给他背简单的 其实我不是不赞同这种观点的 你读三字经 他的频率是 你读千字文是 可是你读文语语经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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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为他论语会不会读, 一经会不会读, 是一个月会读, 还是十个月会读, 那是他每个生命不同的表现的事情, 一个标准答案就是, 你只管给予, 不要问表现, 孩子什么时候表现, 标准答案, 在该表现的时候就表现了, 所以我们不会伤害他, 那这个孩子, 出生以后, 我就想, 可以推广了, 国有此事, 国有此人啊, 方法简单啊, 理论清楚啊, 理论清楚到一句话讲清楚啊, 是吧, 既然要有理解力, 既然要有感受力, 他就需要聪明的脑神经, 就要需要丰富的这种, 感受的能力和美善的性情啊, 所以, 你不是要给他, 做不做胎教的问题啊, 人类只要有眼睛耳朵鼻子, 他就一定会到听的时候可以听, 到看的时候可以看, 你不给他看好的, 他也看坏的, 难道他睁开眼睛看着你的时候, 你不给他看话, 他不会看你的脸, 不会看白色的天篷啊, 他最多看三只彩色的气球, 或者你买一只玩具, 叮叮当叮叮当的在他面前转来转去, 对不对, 有人说孩子看这么多会不会累到, 不会啊, 因为他, 你不给他看这个, 他也会看其他, 他东张西望也在看啊, 我就开始推广这个理念了, 哦, 那个时候, 我果然, 对人类所谓的无名, 产生了深切的体会, 你没有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他不相信这个道理, 你有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他也不相信, 因为他们有一套道理说, 只有孟老师才会生这样的孩子, 因为你聪明, 你才会生这样的孩子, 我们都笨生不出这样的孩子, 我先生说, 我是很笨的哦, 他们说, 因为没有遗传你, 遗传的是孟老师, 哇, 真是无名啊, 后来我就说服了一位, 号称最笨的母亲, 他经常说自己很笨, 哎呀, 我就是寒寒的, 我就是笨笨的, 是我一位很好的朋友, 号称很笨哦, 不过他真的很笨哦, 因为我跟他说, 你只要生就会跟这个孩子一样, 他居然相信了, 你看他很笨哦, 唯下欲与上志不移, 不过他现在都说, 这个孩子是给我生的, 他说, 这个孩子我生可以啊, 孟老师, 我看你整天给他看来看去, 我没有耐心怎么办啊, 我说没关系, 反正是笨妈妈生的, 你再找一个笨保姆也没有关系, 只要智商不算太笨, 你找一个智商正常的保姆来, 我教保姆, 让保姆来教他, 因为方法简单嘛, 道理清楚吗, 这孩子生下来, 掩耳鼻舌六根俱全嘛, 哦, 他没有眼睛我没有办法, 他没有耳朵我也没有办法, 哦, 那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号称他们家祖宗八代, 从来没有这么聪明的孩子, 所以今天呢, 我就先给大家看这个孩子的录像, 先看这个孩子还不会讲话的时候, 什么表现, 我们再看他一岁六个月会讲话的时候, 他一岁六个月大学中, 又雷宇孟子, 一金吃金老子庄子都可以读了哦, 他两岁多的时候什么表现, 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我们先看他, 不到九个月的时候, 跟哥哥的一段视频, 大家注意哦, 盯住他的眼睛, 看他的神情哦, 来, 大家看这段视频, 没有声音吗? 声音 刚才有听到声音吗? 对 有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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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电脑放 电脑也不能发出声音吗 电脑也不能发出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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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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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这个时候背诵的都是他听到的声音 刚才他说翻页了 也是做翻书状 他是在模仿大人嘛 所以你看他读着读着就要翻页 然后左翻右翻 然后再拿起书来 所以你看他模仿的能力有多强 他背诵这个时候大学中庸 轮雨孟子 一经诗经老子庄子都是可以的 因为他在肚子里就听了一千多遍 现在一岁六个月又听了 这个一年多 那这个 这个这个他听这个声音来背诵 是没问题的 你读哪一句 他都可以挑出你读错的音 但是他这个时候还不完全认字 只是给他读书读书的过程中去对照那个字形 他会把那个音跟字形对照起来 他就慢慢认字了 那大家看他两岁多的时候读孟子 这个时候就已经认字了 因为他可以很清楚地指得出那个字行 那字在哪里 好 念一路 冤贤者一乐此乎 梦是对天 贤者和二乐此 不贤者一乐此 不乐远 实力 尽是临才 心思 ع 就 有 做 我 我 想 这是 有一 是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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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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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姐姐读诗经给她听 她姐姐读诗经给她听 我们只能去介入于那种 艺术品商店可以买到的那些 艺术系专业的学生 可以用的那些画册 那通常呢 他们又以画法为 技法为主 所以呢 完整的图画不多 所以要收集很多很多的画册 才能够找到有价值的一些图画 所以让大家看到 就是我家里的情形 就她的床的旁边呢 都是梅兰竹菊 然后她的另外一边呢 是宋朝的山水和小品画 然后她的正面的墙上呢 是传书 她顶上呢 就是三大行书 然后呢 几乎我把可以找到的 能够贴出来的 都不止房间了 然后那个房间呢 这个目光所及 都是经典的图画 这个耳朵能听到的 皆是经典的声音 然后我抱着她在床上 给她读字帖 给她看字卡 就这样的一个场景 大家感受一下 她的小脚翘来翘去 非常的惬意 每天都跟我们想起来 还是 这只要是 那反正来的 是 我意识到 我也不得 在我的意味著一切在這兒 我如果喜歡我的話 我都會想要你 之後我會提醒你 你不是我我們會想要你 要你進步 上去 你自然 你讓你進步 你讓我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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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是 对 明白 是 我们 接下来给大家放的那一岁六个月 他那个说话还不清楚 然后他在读孟子 大家看一下 词终一天 装兵 吼水 一星 一星 五星 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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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大家解释 他在说 这个场景发生之前 他把书摔到地上了 所以老师很严厉地跟他讲说 这个书是不能摔的 我们是不能摔坏它的 然后呢 老师捡起书呢 就放在被子上 然后老师就出去了 然后他自己呢 就在那里把书又翻开 就在那里读书 而我是发现他读书呢 因为我们在房间外面 其实这个小的时候 记录他这些情形 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那个现场很好 可是你一想到要去拿摄像机的时候 就都破坏掉了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 就经常在他小的时候 我们就很幸福地跟他感受 刚好那一天 因为我们都在房间外面 而我听到他声音 看到这个场景 我就拿摄像机 所以我就拿摄像机 在外面偷偷地在 他前面录 然后呢 他刚刚的那个打哈切啊 然后那个孟子对约啊 那个时候他完全没有发现 有人在录他 知道吗 所以你看他很惬意 然后他结果抬起头 看到我的摄像机 在拍他 你猜他跟我们说什么 我们不可以摔坏他 因为老师刚刚讲过这句话 所以这个是比较早期 能够找到他 那个口齿还不清楚 读梦子 你看这个时候是夏天 马上到冬天的时候 他一岁十个月 那个时候就很清楚了 他在读那个行书的 苏东坡的寒石帖 和黄亭坚的松丰阁 来大家看一下 他行书也认得 自我 来 小的口齿还不清楚了 小的口齿还不清楚了 一枯灭 一枝 二枪的物质 大架 大架 実情的亨衷招責超速 太厚了 大隻豬好奇 還接著臉子 一馬八角成 南古大曼 瘋瘋瘋瘋攘 柚瘋 處理情的不貴之危 握 otsam 嗯! 不是稍覆以後 蛤? 不是稍覆格 你不不瞇 task 脾气 就是 收摆格 手で 相当 把他 Hareому 叽 estos 他不是在读书啊 因为家里面到处都是他的书 他就在那里玩 因为爸爸平时呢 跟他读书的时候很少 刚好那天爸爸洗了澡 坐在那个凳子上 然后大家看看他是 怎么把爸爸拉进来读书 这个读经宝宝哈 我们发现 对 这读经宝宝哈 我们发现 他这个 有几种特质 第一个呢 所有的读经宝宝 几乎都是 这个相貌庄严 不哭不闹 然后呢 他这个性情里边呢 都有幽默的特质 这个幽默啊 他也是一种智慧和能力 总之他可以让 这个现场环境气氛都很好 有的时候我跟爸爸 如果有一点大声沟通 他就会在你面前 做出各种动作 然后呢 你你笑了 他就跑 跑着跟爸爸讲说 妈妈被我搞定了 这是他这个 读经宝宝 几乎都是这样的 而且读经宝宝呢 就因为他比较聪明 他经常会挑战 我们成年人的一些 一些思考上的 这个局限 所以他经常问很多问题 但是呢 你不可以的事情 你说不可以 不许的事情 你跟他好好讲 你跟他说 就是读经宝宝 他都没有那种 就是滚来滚去啊 耍赖啊 很妞啊 都没有 所以我有的时候讲说 他们不是从畜生到来的 所以没有那个习气 他就没有那种 很妞的那个 就是因为 毕竟他那个生命背后 他比较清澈 聪明 所以他不会用那种 哎呀 那种很低等的方式 来误人误己 所以大家看一下 他就看怎么 来拉爸爸进他的世界 大家看一下 这种很低等的方式 他就看怎么 这种很低等的方式 在这种很低等的方式 在这种很低等的方式 再来一遍 小木 南 借 你去 有了 南 南 小木 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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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认得自 读书的 他本来是要读旧木 然后老师跟他讲过说读书的时候就要做端正 所以大家明显的看到他坐在椅子上两个手要放在腿上是吧 但是呢他一坐下来呢距离桌子就远了 所以他拖凳子过来 因为读经宝们那个头都都太大了很重的 他拖那个凳子过来他那个头就放到这边书上 然后就看到卷耳 所以他就不读旧木又来读卷耳 因为他这个时候对文字是比较敏感的 好 所以这个给这个大家看这个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其实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 这种教育是每个家庭都可以做的 但是哦 能够认识到这个道理 愿意做的可是不简单的人哦 所以就拜托各位了 哦 我们这个说国家民族也好 说人类世界也好 我们太需要更多的清澈的生命 更多的智慧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 然后我们面对这个生命的时候 我曾经常常想哦 我们的家庭教育被破坏掉了 那我们的父母教育也做得很艰难 那有没有一个什么方法 透有一个支点 可以让我们的家庭教育恢复 让我们的这个父母教育提升 其实我后来想 这个在现实人间呢 这个父母跟子女的爱 就是天性的顺流而下 一个母亲在怀孕的时候 可能是她这种无私的爱 最容易呈现的时候 那如果此时我们都不能透有这种爱 让一个母亲给自己的孩子这样的教育 让一个家庭为此 能够共同的成长 那可能人类真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有的时候我看到这种当今时代的一些社会现象 我们确实有一些很深的忧虑 我们甚至忧虑未来的年轻人 还能不能再孕育出人类 因为这个科技的时代 讯息的时代 这种真的需要很大的智慧定力 环境 像我们道庆的家庭啊 或者很多宗教的团体啊 因为他处众众人在一起 那么还有可能 大家有相当的这种生活 可是啊 毕竟 这个宗教的团体 文化的团体 只是一部分 那我们这个时代 所有的人呢 我们面对草木鸟兽 都不忍伤害 这天地不能各安其位 众生不能各归其所 我觉得 我觉得始终是 人间的遗憾 所以我们真的 要付出努力 呃 我现在还记得 我的大女儿是三岁读经 那个时候 我们知道了读经的这个道理 我们希望把这个道理传播给更多的人 我记得 那个时候我经常带着女儿 在那儿 傍晚时分 就去到那个 公园广场 人比较多的地方 去 节园 光盘 我现在还记得那个 场景 那个时候我孩子才四岁多 看到一个老奶奶 推着婴儿车 然后 因为她四岁多 她要抬着头 扬着头 踮着脚 才能跟老奶奶讲话 然后她就 一脚踩到后面的那个台阶上去 她站到一个很高的台阶上 跟那个老奶奶差不多 就一平了 然后她两个手拿着光节说 奶奶 你想要你的孩子跟我一样聪明吗 你就好好看看这个光盘吧 这张光盘叫做一场演讲百年震撼 其实后来孩子读书 因为我也经常带着孩子去鼓励别人 那孩子可能难免就有一些骄傲 可是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还是要陪伴着他 让他自己修养 人生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 其实我们没办法保证 我们遇到的都是顺境 我们只能够勉励自己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遇 我们都尽其可能的面对 然后尽其可能的 让他回复到价值的本身 是向真实本身 所以我觉得这一路走来 无论过程 我们经历多少祈福 我们始终收获的 是成长的喜悦 孩子如此 我们成人也如此 家庭也如此 那我等一下再给大家放一个视频 就是这个孩子六岁多的时候的情形 那要特别跟大家报告 这个因为我们是透有眼耳鼻舌的管道 在他最早期就开发了他全脑的神经 乃至于他性情的熏陶 所以现在科学所谓的多元智能 八项智能 其实他都是从人的表现上来观察 分析判断 这已经是知干的部分 人类何止八项智能呢 如果你看枝枝叶叶八百项都有 每一项智能背后又有不同的表现 你回到根本中来 其实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 多听多看 给他好的内容 可是你要是到这个 枝叶上去的话 那八项智能你就要用八种方法 八倍的时间来做开发 又透游运动啊 又透游感同啊 然后又透游训练啊 我这个孩子呢 他到六岁的时候 其实是五岁多 那个英国陪生的数理教材 这本来这个儿童的认知心理发育 六岁才是具体认知期 年龄越大 理解能力越强 我把那个数理教材拿回来 是给他玩的 看他的反应 一侧到六侧哦 他都欢喜雀跃的把它完成了 而且乐此不疲哦 可见 我没有透游逻辑的训练 只是给他多听多看 他的逻辑思辨这一区块的脑力 也没有受到障碍 而且超前 那另外呢 我没有给他做过手工 他这一辈子做的第一个手工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自己创造了一台航空母舰 碰巧家里有一块巨大的纸皮啊 碰巧前一个晚上 他看到爸爸的那个视频里 有航空母舰闪过啊 然后他就问这是什么 爸爸就跟他讲这是航空母舰啊 碰巧第二天爸爸不在 我又有工作要忙 他一个人没事 所以他就把那个纸皮脱上来 手里握着一把剪刀 我看他那个架势 围着那个纸皮转来转去哦 然后呢 令我非常的惊讶 我可能需要一张纸 令我非常的惊讶 哦 那个纸皮因为很长嘛 是一个很高的那个 就是消毒柜的纸箱 他就用最长的那个纸皮 用这样的方式就做了航空引荐的甲板 可是下面是三角的哦 他虽然用那个胶带纸粘住 可是这放在地上会倒来倒去的嘛 所以一倒了之后呢 他又提着剪刀在那里转来转去 然后等一下我就发现 他剪了两块长长的小长的纸皮 在中间这里剪一刀 然后把它掰开 放在下面 做成了航空引荐的两只脚 把那个山脚架在上面去 从来没有做过 没有人跟他这样做过 我不晓得他在哪里看到过 同类似的还是怎样 他就提着把剪刀就剪哦 好这个甲板做好了 他开始剪飞机了 我看着他用剪刀 在那个纸板的平面上 剪出飞机的尾巴 再剪出飞机的身子 然后剪到这里 就给飞机剪了一个长长的脚 剪了好几只飞机哦 然后提着一把剪刀 在甲板上 穿了好几个洞 把那个脚插上去 可是只有平面的飞机的图形哦 他又在这里剪一个脚 然后横着剪一个翅膀 再插上去 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飞机 然后还在上面画 剪束带 剪束钩 我这个航空母舰做出来 我是觉得 他从来没有做过手 我们没有透过手工 去训练孩子的专注力 他那一刹那在那个事件中 全部沉浅进去 透由自己的创造完成的那种喜悦 之前没有训练哦 我给大家看一下那台航空引舰 大家看到了那些飞机 被他剪的那样插进去的 插出那个翅膀 而且 我也没有训练他的运动 他的运动就很 很好 他两岁多的时候 老师带着他在停车场 玩沙子 老师捡到一只树枝和一个塑料盒 老师就把那个塑料盒用树枝 织起来 用离心力一转 那个塑料盒就像一个闪一样打开很漂亮 他两岁多跟老师要老师交给他 他就这样转起来很高兴 而旁边有一个五岁多的孩子 是村里的孩子 也是蛮正常的孩子嘛 可是老师说大约二十多分钟 那个孩子无数次的努力 无数次的失败最后不得不放弃 因为他无法转动起来 所以这个孩子没有经过感统训练 他统合的能力也很强 那一天老师回来 还很难过伤心 因为他觉得人人都是可以这样教育的 错过时机 他现在连转动一只核子的能力都没有 他未来面对人生得有多少的艰难呢 那这个读经的老师都悲天敏人呐 那讲这些 就是跟大家报告 道理简单 方法简单 人人可做 人人可行 不过呢 我可能要跟大家多讲几句 我们不是为了自家有一个聪明的孩子 我们要为天下孕育出 可以有时代承担的人才 大家如果有这个心 那么 可能你在做这个教育的时候 你的力量更大 你坚持下去的这种决心就很强 那么 这个孩子 他也会成长的越来越好 坦白讲 目前 我们东西方人类所存的文明 每一种 无论是宗教 还是文化 还是东西方不同的宗教 乃至于 东西方之间 像印度 这种 空性的智慧 他都不是一个浮浅的生命 都不是一个没有学习能力的人 可以 长期法位的 大家知道历史上 由于中华民族的 这种家庭教育 这种文化教育的基础 我们历史上出现过多少英才 所谓公至真 所言呢 武劝天公从斗手不拘一格降人才啊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没有人才的时代啊 我读高僧传 大家知道玄奘大师吗 十岁便可背诵 维摩接经 与法华 维摩接经 三千六百零四个字 法华经 一说六万多字 又说八万三千多字 两部经典加起来十万 如果 请问我们今天 有多少僧才 可以有这种能力 玄奘大师到印度 耳听 既能 墨迹于心 每一个寺院 每一个 宗派的学习 他都能 禁学其宗 了其法位 后来印度 十五国国王 联合给他举办 汴京大会 出家在家 乃至外道 万人之重 他应然是辩才无碍 我们的天才智者大师 我们的征召 法师 现在流程的造论 儒家更不要讲 历代皆有英才 可是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靠六年的白话文基础教育 我们靠 以理解为原则的 这种 学校教育 我们何来英才啊 我们让我们的孩子 生命本有的能力 被障碍 本来可以开发的潜能 被浪费 让他面对 那么肤浅的知识知学 都有畏惧之心 如何创造 无怪乎有人 说这是一个低智商的时代 以前还可以写写信 现在就可以喊话了 以至于喊话都不耐烦 发发图形就可以交流了 我们人类要往哪里去啊 所以啊 每一种文明 每一种智慧 都需要 有英才来成绩 我记得十几年前 我刚刚听到读经 我就单从 佛家 经教传承的角度 跟王老师通过一封信 我说虽然典籍俱在 但是 由于我们百年来 没有了这种深度的 语文教育 和文化教养 除乘怨大事可得法位 云云众生何时可入精脏 但是 读经教育之推广 三五十年之后 可操文言之工具 深入精脏之学者 何止百万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努力啊 这不是佛家 也不是儒家 也不是基督教天主教 哪一家的事 这是人类自身 要面对人类的限制 我们未来要给予自己希望啊 所以我感恩 一贯道的道场 道亲的家庭 我感恩 所有推动读经的团体 因为读经 它不是宗教 它没有法相 它可以存在于所有的宗教 所有的文化中 我感恩 所有人能够加入这件事情 成全自己 成全别人 它不独属于一贯道 也不独属于哪个宗教 但是任何宗教 任何文化 只要它是人类的希望 它是人类生命 提成的枢 那么它都需要 培养出深度的智慧的人才 来传承 这种智慧 所以这是大家的事 这是全人类的事 拜托各位 我接触过 基督教 天主教教 教徒 他们 不了解太教 但是他们 也给孩子 听赞美诗 听宗教故事 后来他听到 他们听到 我们这个读经宝宝的 这种设计 居然可以听 那么多的语言文字 他们很惊讶 因为他们听听赞美诗 听听音乐的孩子 也有不俗的表现 如果能更充分的 诗教 岂不更好 那我在义务推广的时候 很多伊斯兰教国家的 这个家庭 他们听到 都经宝宝的这个理念 他们也很兴奋 希望能够做 那我们都支持他 希望可以用不同语言的 古兰经 来替代人文的经典 而他们本身 又对中国文化 有学习的意愿 同时 与我们的文言文并存 多种的声音 他们也非常 喜欢 喜欢 接受这样的方法 那么 各门不同的宗派 就好像我们 一贯道的家庭 此时乃儒家应运 请问我们哪一个家庭 不需要了解四书 不需要读诵四书 因为这是儒家的根本经典 不但四书 一经诗经 我们也可以去读 可以去接受啊 老庄乃道家之智慧 他并不独立存在 他在中国文化的蕴养中 儒道两家 本身 就有相互精彩相通之处啊 相辅相成啊 儒家之本 道家之源 我们都要学习啊 如果我们是不同的佛教的宗派 我们在读经宝宝的声音里面 特别加入全本的 梵文的入菩提行论 为什么 因为那也是人类的智慧之一啊 也是那一种形态的智慧 其他的法门不可替代啊 比如 现在的生财 要想深入金藏 金律论三藏 任何一卷 文字之多 义理之深广 智慧之浩患 你都需要有高度的能力啊 比如我们复制的团体 据说在真与无上师的带动下 我们现在开始学习五部大论 五部大论啊 有入中论 有聚舍论 有戒论 有借论 有适量论 有盛壮 庄严论 就知道以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程度 我们在现有的学校体制中所培养出来的人 即便PT出家 无上宏愿 原始生命的基础 乃至于他学习的能力 其实也给他造成无限的障碍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透游居室的家庭 培养生财的种子 那可想 像玄奘这样大师的人物 这种自小能力就超强的 这种学问的种子 他们深入境障的可能 就会增加许多 我们多么希望 每一种文化 每一种宗教 都有其智慧的英才来传承 因为人间 需要燃灯啊 人间 是此方 如果此方可见光明 此方即其他方啊 所以离开武卓恶世 何处可证菩提啊 最终 我想 拜托各位 还是那一句话 这不是哪一宗哪一派的事 这是全人类的事情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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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就特别放 我们孩子六岁的时候的一小段视频 因为那个时候要做读经宝宝的字卡 给那些出生婴儿的家庭 那他就参与期间劳动 大家可以看他平时的那个情形 然后他因为他可以 等一下 因为他可以呢 基本上是代替一个大人工作 然后呢 因为那个字卡的顺序 要排号 所以工作量蛮大的 那一天他就 到十二点 实在太累了 就睡在字卡里面 所以那张照片 我们称之为读经宝宝 睡在读经宝宝里 给大家看那张照片 好 然后大家可以看他 那个白天工作的这个情形 有一小段视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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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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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 那个号码摆在不同的地方 然后他也在跟大家接那个经典 就是这种一心多用的能力 而且很喜悦的状况 这是他真实的这个情景 我们深知一个孩子的成长 父母的陪伴是非常的重要 一个孩子他最终能够成德成才 需终生之努力 不是胎教早教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但是胎教早教 却可以为一生做好不可替代的基础的准备 这个时机错过永不再来 所以特别的重要 那最后就给大家看一看 自09年 10年以后 中国大陆 按照这样的方法 有几百个孩子出生 现在呢 我们把它 做成了这个教材 教具以后 更方便大家的使用 未来可能有 上千上万的孩子出生 那每个孩子都有 各自不同的这样的表现 那么这种 现实的这种 可依据的这样的 这种呈现 就可以鼓励更多的人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看 大陆的这些读经宝宝 这是李德贤长大了 嗯 这也是个读经宝宝 这是四川的两个读经宝宝 这是四川的石榴 这个宝宝 表现非常的 这个这个 优越 是因为他的妈妈 是一个操作能力很强的人 嗯 称为石榴妈妈 将来会请他到台湾 来分享 鼓励大家 好 这个是四川的读经宝宝 这个也是四川的 这是四川的 这两个都是 这个是方哲宣老师的孩子 阿彻 这个孩子六个月 一千个字的签字文 传书和正体字 你拿出两个 让他选 你读出两个读音 你读出一个正确的读音 比如说天和地 你问他哪一个是地 他就把它选出来 很多老师 换不同的人 不同的字 他依然如此 这个妈妈 是我的师妹 她对理论不可谓不了解 但是孩子一个月的时候 我去到他家里 我依然发现 他没有认真的去给孩子看 因为一个阿姨 孩子醒来 那个时间本来宝贵 可是 煮一下茶 洗一下衣服 那个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等他再来看孩子的时候 孩子已经睡着了 所以我是孩子一个多月的时候 到他家 给他做了一次示范 大家可以看一下 做了那个示范以后 他才知道问题的严重 因为一个多月的孩子 躺在下面 我给他看话 看字卡 那种眼神 任何一个母亲看到 都不忍辜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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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站南平坡 大理点 看 鱼 鱼 鸡 学 智 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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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那一天以后 妈妈就开始认真的做了 我跟她讲3872张字卡 都可以给孩子看的 可是 她还是觉得太多了 她只看了1000个签字文 但是到了6个月 孩子有这样的表现之后 她发短信说 恨不得把孩子塞回肚子里再生一次 就像我当年 为什么只放四叔呢 再多放几本 她也是一样的嘛 这个就是苏州的读经宝宝 这是上海的读经宝宝 那个是山东的读经宝宝 这个是贵州的读经宝宝 这个是深圳的 曹炳德 这个是深圳的史文成 这个孩子 他妈是我的学生 他对这个理论了解 所以他特别抱着孩子到早教中心去 当早教中心的老师跟他讲 什么样的训练 什么样的训练 透游多少课程 会达成什么样子的时候 他就让自己的孩子操练了一遍 因为不通过训练也达成了 所以他更坚定这个信心 原来全脑的开发 是要健体在先 发用在后的 这是中山的观仔 这个就是读经宝宝 在目前中国大陆推广的情况 那因为它是 真的是整个人类的事情 不是哪一家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也是希望 能够全球的推动 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参与 谢谢 大家晚安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孟老师 用了两个多小时 够满耐心的解说 我不晓得现在大家的心情是什么 我第一次这么完整的听孟老师来解说 我们先给孟老师掌声 过去我听李传向讲师 郑美玲讲师 刘景佳讲师 他们到申郡去看 去演习回来的那个感动 激动 迫不及待的要跟我分享 所以我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被他们感动 而孟老师来的这几天 跟他们相处时间比较多 可是这么完整的听他讲述 这是我的第一次 我听了 很感动 但是 也有一点心深 我相信 各位也会是这样子 可是 也对于 未来 充满希望 充满期待 刚刚孟老师讲了很多 我相信 大家都有很深的感受 王才贵教授在北京四万大学 那一场百年震撼 大家一定要看 你才会真正了解 什么叫读经教育 你才会了解 我们做对了什么 而又做错了什么 后学 看完我感动的掉眼泪 我认为 王才贵是 现代的孔子 读经教育 你看刚刚 孟老师后面的结尾 他是超越各宗教 他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教 而哪一个宗教 你认真执行 你这个宗教将来就有英才 就后续有人传承有序 你哪一个宗教 你哪一个宗教 将来就会被淘汰 难怪我们 我们和老师在先进国家 也都跟他们说 读经教育很重要 在台湾 我们和老师讲了好多次 道办到哪里 读经教育 带到哪里 读经教育到哪里 到就开到哪里 我们老师几乎已经把读经 跟开到发生等候了 那我想读经宝宝的诞生 将士是给人类带来了 无穷的希望 今天是一个开示 读经宝宝 他是拍教 从拍教就出发 从早教早期教育出发 这是对的 心理学家都是肯定 人生早几年的学习 是非常重要 关键性的决定 所以今天只是一个开场 读经宝宝的诞生 将带给人类无穷的希望 我们要老水还潮 各位看一看 大陆的读经宝宝 他们一定都是来历不凡 这么小 来历不凡 他们将来也必然 既是来历不凡 使命不凡 他们将来也必然 作为不凡 成就不凡 何学很期待 今天各位很有福气的家长们 你们来了 你们听到了 我们听见 不能当做没听见 我们自己 在自己的家庭教育 我们的孙子 儿子 如果还来得及的 再生一个 读经宝宝 来不及的 好好陪我们下一代 生我们的孙子 当读经宝宝 如果自己连老了 下一辈子 投胎 来当读经宝宝 带给人类 无穷的希望 今天太晚了 恭喜各位 我们加油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我们 我们下次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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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